说起二战时期的许多国家的武器 真是说也说不完 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说到的是 球形坦克 当时在二战时期研制球形坦克的有两个国家 一个是苏联 一个就是德国 对于苏联球形 坦克的记载以及信息是比较多的 但是神秘的德国球形坦克 就让人知之甚少了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德国纳粹的球形坦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球形坦克 顾名思义就是外观像是一个球一样的坦克 它以独特的外形 让人们对它有着无尽的遐想 这种坦克到底德国纳粹在二战期间 用它来做什么的 到现在为止 依然都是人们揣测的点 而球形坦克也凭借着自己独特的外形 以及神秘的信息 成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坦克之一了 球形坦克的外形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球体 准确来说应该有点像一个圆柱体 球形坦克圆柱体的一侧 有一个小小的支撑架 支撑架上固定有一个小轮子 这样的设计有助于球形坦克在运行过程当中 可以自如地定住 不至于在场地上随意乱滚 这种来自于德国纳粹的球形坦克 现在被保存在俄罗斯的博物馆里 而这架坦克被苏联与日本作战时缴获 应该是在1945年的时候 苏联得到了这一个球形坦克 苏联得到球形坦克之后 对它进行了一番研究 发现它的坦克外壁只有5毫米厚 在战争过程当中 如果在战场上使用的话 随时都有可能被击穿 但是如果它真的没有利用价值 又怎么会让德国从千里迢迢之外 将它运到日本进行作战呢 球形坦克由一个5毫米厚的钢圆壳组成 只够容纳一个操作员 外壳的后侧装有一个小入口 除了驾驶座坦克的内部 由一个发动机组成 它的前面有一个视觉狭缝与司机的眼睛一致 前面的下部可能有一个机枪槽 有一个铁板焊接在槽上并覆盖在上面 在球形坦克的两侧有两个成角度的半球 它的直径越为9英尺或者是1米半 大轮子的好处是能让它们通过任何的障碍 它的滚轮由单缸二冲成发动机提供动力 球形坦克的总重量是1.8吨 这台25马力的小引擎 只能提供超过每小时5英里的速度 大约是每小时8公里 它的转向系统连接到一个小轮子上 安装在了尾部延伸的部分 也是为了给坦克提供了更好的稳定性 球形坦克的这种设计看似新奇 其实是华尔布什 它几乎不适合德军的闪电战的战术 它最重要的问题是 这玩意儿不仅移动速度慢 而且装甲非常轻薄 它几乎无法抵御来自正面战场的攻击 所以这也导致了 它从来没有广泛地使用过 德军只是对它进行了少量的生产 并且主要用于 侦察或作为铺设电缆 甚至作为炮兵观察员等作用 这里要和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几乎没有关于它的实战的记录 所以以上实战用途只能作为推测 现在已知的唯一幸存的例子 是位于俄罗斯的库兵卡坦克博物馆中的球形坦克 但是没有明确的记录说明 它最初是如何到达那里的 有一种说法是在1945年期间 正是苏联进攻满洲国期间 这时日本与德国发展了重要的军事技术合作 日本人收到了几种军事武器的设计 其中之一便是这个球形坦克 据说 好像日本人在得到德国的球形坦克之后 非常变态地研制出了自杀式坦克 就像日军的神风赶死队一样 利用它可以滚到敌人中间进行引爆 造成巨大的杀伤力 但是这个已经无从考证 究竟为什么日本人需要这样的武器 已经成为一个谜 谢谢大家观看 希望大家订阅这个油管说历史频道 我们下期见